我们来看唐朝这个制度呢 应该说在古代这个体制下面 它在体制内实行了最大限度的民主化 隋唐的制度 它在体制内就是皇帝控制的下面的体制之内 把权力进行合理的平衡制约分割 分割的核心就是要让决策和施政把它分开 要把它分开 所以呢决策者不能当施政者 简单的说就我们今天老说的 裁判员不能当运动员 裁判员当运动员 没有一个运动员能比得过他 自己吹哨子 更不能说国家变成一个公司 国家与民争利 国家亲自下海 这就更惨了 这个比这个决策和施政分割呢 那还等而下之呢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丑恶的做法 人家防的就是要防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思路 我们好好读历史 历史的经验 我们失败过 惨痛的教训 才发现呢 要这么做 这制定以后 谁制定以后 谁堂一直往后 沿着这个路在走 架构有不同的设置 这个思路没有变 所以你可以说到清为止 有大量的国家的言观 什么叫言观 建议观 就是专门来批评官员 专门来弹劾官员 他已经有预示了 还不够 在这里面还是 建官 言官 再对官员 强化对施政的建都 这样子呢 使得这个政治才能比较清明 可能防止腐败 腐败是国家最大的威胁 你们看中国历史 这个每一个王朝最后呢 都不是被底层推翻的 都是被自己用的官员 驻空的 驻到最后表面看起来很好 心心向隆 其实里面全烂 有哪一天 矛盾一爆发 轰然倒塌 像美国那个双执行大厦一样 轰然倒塌 所以要防危杜见 这就是我们所 政令和执行的分权 是六部和九清的关系 这里面呢 就是刚才同学 就很敏感地提出这问题 所以我 从北京回来 一看到整理上 这问题 我非常高兴 我说你们提出来问题呢 水平都很高 这些问题 为什么我刚才要给大家看 都非常的好 我有不好的 我看得好像上来的女生居多 男生要勇敢一点 不要都让女生独唱 那么 这个 施政的这一块 我们讲到这里 把三省六部制 把它介绍过去 一个图 大家就可以看得清楚 这个唐朝 隋唐 他的三省制度 皇帝下面 御史台的 建叉的 上书省 门下中书 还有呢 军事是十二位大将军 这里有九清 九清 这样子我们看到呢 在下面 中央朝廷机构 那么在下面是 州县 郡县 这么一个三省制 严官 严官 严官的设置 那么重要的 这里面有一个权力很大的 就是中书和门下 中书门下呢 是设在皇帝的身边 皇城 皇宫 皇宫里面 设在皇宫里面 为什么呢 这个决策 和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 皇帝作为国家的首脑 他无时不刻 忧国忧民 所以也许他半夜 想起了一道什么政策 马上就要起草 等到明天 一觉睡醒就忘记了 所以呢 半夜也能把这个宰相叫过来 马上起草 所以呢 设在皇宫里面 设在皇宫 而他们又有这个建征之责 所以呢 又设左右建议待夫 左右补缺 左右时宜 分属两省 左属门下 右属中书 设这么多的官 来防止皇帝出过时 皇帝一言九鼎 什么是律令 以前汉朝有一个 会很会弄权的法官 大法官 宰相 他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前一代的皇帝说的东西 就是律 现在的皇帝说的东西呢 就是令 律令就是这样 已经死掉的皇帝说的 就规定为律 活着的皇帝说的就是令 律令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皇帝呢 真的是一言九鼎 同学提出问题 说皇帝 军权独大 没办法 古代体制就是如此 中国缺了一个 比皇帝还高的权力 这是我们和西方历史 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吧 西方呢 还有一个宗教权力 宗教权力很高 甚至有一度 政权还低于教权 皇帝要请教皇来加灭 中国没有 所以中国这个皇帝 从西州以来 天子从西州以来 那都是最大的 可是呢 到隋的制度下面 他给自己设了很多官 来防止自己脑门发热 权力过大 谁呢 要加强对腹肌的整理 在全国的地方制度上面 进行了一个叫做 大索贸越 这么一个政策 那么讲到边腹肌 这个呢 我要把话扯得稍稍远一点 因为中国古代的税制 国家靠什么活 国家靠收税 要有钱嘛 哪怕是动物 也都要成本 没有钱 连军队都跑光了 所以首先国家要收税 这个税怎么收 这就是大问题 中国古代一直是实行 人口税 收税都是按人来收的 这就使得中国从古以来 我们在国家 体制上 国家这种 管理国家 管理社会的技术方面 有哪一个是中国最强项呢 大家肯定会说到 是专制独裁 是什么政治的什么东西 都不对 在技术方面 中国独步与世界的最强项 就是腹肌制度 边腹肌 这边腹肌 你可以一直追 追到什么时候呢 追到管子 那都已经是春秋五霸的第一霸 五霸是从齐桓宫开始的 那么早就开始编腹肌了 越编越好 经过千年的发展 不断积累经验 所以这个腹肌制度 编得非常的严密 为什么呢 国家要生存 国家要收税 所以编腹肌的核心 是国家要收税 一个人都不能让他跑了 跑了一个人 就少了一份税 跑多了国家就没税 这就是核心 所以为什么研究中国古代史 大家眼睛要盯着人口 我不是说你们要去做人口史 不做也罢 做不做都可以 但是眼睛一定要看着人口 这个人口我告诉你 一直到清朝为止 中国的人口数都是假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 不可能真 所以谁告诉你 中国古代那些统计出来的人口 就是中国真实的人口 那个人有点悲哀了 研究了一辈子 还是没弄清楚 因为我们能拿到的数据 是国家户籍统计出来的 实际上是国家的税的面 有这么大 实际的人口应该要高于这 这就是老百姓和国家之间 老百姓和国家之间呢 一个是要收税 一个是不让你收税的平衡点 东汉人口达到顶峰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 东汉的人口达到了六千万人 这个零太多了 不好写 写汉字 六千万 这六千万后来分裂 动乱 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期 到了谁统一了 谁统一的时候 这个户口数也是一笔糊涂账 都不必太当真 我讲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 相对的准确性就可以了 关于这个谁的户口有多少 写了无数的论文 说了半天 也就是在三百五十万 到四百万之间 户 我写论文就说你不对 你写论文就说他不对 说了半天 就在这个数里面 这就是一个区间值 我觉得这个区间值大致正确 再追下去不用追了 材料就这么多 追了浪费体力 浪费脑力 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中国的每一个户平均人口 你就按五来算 这个华东师大有两个很好的老师 在几十年前做的中国人口史 全部是数理统计 统计了半天 中国的人口 每户的人口 就是四点九到五点八 就是在这里面 所以你也不用那么精确 就五 我们打一个大一点的数 四五二十 对不对 两千万人 大致如此 跑也跑 不会跑太远 少也少不了太多 多也读不了了 就这么一个数 这意味着什么 从东汉到水统一 中国有四千万人 没了 三分之二的人 都打死了吗 我相信肯定不是 而且这期间 你说从东汉到水 几百年期间 不断打死 也不断生出来 所以这里面最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脱脊 所以不是人没了 这个人口史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这种大原则问题 搞不清楚 去追这种细节 那没有意义 脱脊的意义是 就是这些人还在 国家收不到税 他不登记户口 隋文帝想建立一个 强大的国家 强大的国家的本 那么国家要集中力量 办大事呢 把资源集中到国家来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所以呢 派百官到农村去 严查户口 把所有户口都给我查出来 查出来呢 他就实行新的政策 叫做贸越 这是以前没有的 在这个编制户口上面 又是一个可以申请专利的 因为古代没有照相 所以这个户口麻烦了 我登记你 张三家 有七口人 长子 什么赤子 长女赤女 登记完了 完了 这户口会跑啊 张家的女儿跑到李家去 又变成李家女儿 又重复登记怎么办 然后呢 这个人跑掉了 从这个线跑 那个线怎么办 他发明了一条 贸越 百官去 每个人 去看他的相貌怎么样 看清楚 长什么样 看了以后 把它登记下来 这个人 这个左边嘴唇长颗字 右边的眼 右眼小了一点 鼻子长了一点 眉毛粗了一点 等等 贸越写在下面 这样看到某个名字 他的相貌特征就能出来 要防止你跑 这就看到 随朝的腹肌呢 就做得比较细 就古代里面 在没有照相基础条件下 尽可能仿照相的基础 把你登记下来 这样子呢 随朝大抓人口 不但是贸越 把很多呢 动乱时期 躲起来的人 都找出来 登记到户口上 通通收税 因为为了增加国家的税收 我说中国的税是人口税 人口税是两重意义 一个是按每个人来收税 个人来收税 第二个是按户来收税 一个按人 一个按户 两大 户很重要 有一个户就有个单位 有个单位就有个基本税 对吧 一户人就是一个基本税 然后户里面有几个人 再来加 多大年龄的什么人 加起来 这个户的税出来 所以户越多 国家的税越多 这不仅是抓钉 还要抓户 两手都要抓 而且两手都要硬 所以呢 户要把它拆 税户 随朝实行了税户政策 税户什么意思呢 孩子男女成钉 古文里面的钉 不是男的意思 钉是年龄的意思 十八成钉 女的十八岁也叫做钉 男的十八岁也叫做钉 所以我们看古代的户籍里面 男的叫钉男 女的叫钉女 钉就是个年龄 所以我们叫做成钉 男女成钉 不结婚 那对不起 国家处罚 加双倍的税 看你敢不结婚 结婚马上搬出去 户口独立 不要跟父母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明白了 一家五口 父母两个孩子三个 成钉就出去 变成几户呢 四户 是不是 四户呢 原来是一个户税 现在四户税 多好 税就上来了 那国家财政 当然年增长率是很高的 国家就靠着这个税的增长率 快速膨胀 你看 一次查户口 进账 四十四万三千钉 新户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查一次就查这么多 这个 一个户里面 五个人报三个的 给他查出来 就多了四十四万 跑掉的户口没有了 新把它编进去 就编了一百六十万 加起来这两百万就出来了 对吧 两百万多少水手 马上就出来 所以呢 在这个基础上 国家在确定税 怎么收 这叫做书籍定样 首先户口要编得好 编好了清楚了 男女老幼 都搞清楚了 男丁多少 女丁多少 成家多少 不成家多少 然后做出一个样本来 统一的格式 不能各地变各地的 中央统一做一个格式 放到地方上 同案执行 完全一样的 这一执行 随朝的户口大增 书籍执法的 由国家来定 每年正月五号 春节还没过完 连修都还没完 已经开始上班了 对吧 初五 我们现在都闹 闹到元宵 玩十五天 都不肯上学 初五就上班 第一件事 事情就是收税 县令派人到农村 一定要划分户等 这个户分等 有钱到没钱 把它分一分 根据户等来顶税 有钱人多交 没钱人少交 非常公平合理 大家非常相信说 这很好 这个政策好得不得了 有钱人就该多交 对不起 我告诉你 有钱人从来不用交的 说都是这么说的 因为有钱人就当官了 你看到哪个有钱人不当官 不当官也给官送红包 是肯定不会收到他头上 所以国家那个政策 往往是画个饼给你听 就像今天我们收税一样 个人所得税 有钱人多交 交到45% 全世界最高的 实际上你去看 中国14亿人口 这次个人所得税 原来说有8000万人交 这是因为提高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所以变成多少 4000万人交 14亿人口 4000万人交 谁交啊 没钱人 有钱人跑哪里去 没有 所以这个负等划分 其实也是个虚的 不太真 不要太当真 而且乡村 由乡村这些村长里长去 把它画出来 我们就看到 隋朝的人口数 满 发展得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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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